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座房子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 我是吉贤 我在奥德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站久了 我已经不会下跪了 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 我是007 站久了不会跪 这句话是王吉贤说的 这位王吉贤的北京小伙 现在还在乌克兰的奥德萨 到今天为止 留在奥德萨的有两位中国人 一个叫王吉贤 一个叫老赵 他们用手机记下了 他们在奥德萨看到的一切东西 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 但是很遗憾 他们两位立刻成为了中国人中的异类 那么目前中国人在看什么 在做什么呢 有一位网友是这么描述的 在中国 我很难假装 岁月静好 下班后和同事聊天 同事兴奋的告诉我 根据英国的某个小报报道 已经研究证实了 武费是美国公司制造的 打出租车去吃完小面 司机聊到了乌恶的局势 一直延迟的告诉我 如果俄爹不主动打 就要被乌克兰亡国了 到了面馆 老板娘 一脸认真地告诉他的小孩 美国 是怎么样远程遥控 飞机坠落的 OK 这就是在中国的真实情况 首先这里的人 活在一种有趣的认知中 而且这种认知呢 充满了恶意和仇恨 当然这也是和中国的 环境有关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他总是会被大人 被他的父母叮咛 这个世界 都是坏人 你出门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 不要去拿任何陌生人给你的糖果 因为所有的人 都是坏人 他们会把你拐卖 会把你绑架 会打断你的双腿 会戳下你的眼睛 把你像猪肉一样卖掉 他们都是魔鬼 想要吃掉你 中国人从小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长大的 自然而然 他们对这个世界 对其他的人充满了恐惧 自然 他们的眼中看到的世界 充满了恶意 和仇恨 第二个呢 就是活在谣言和阴谋之中 而且他们还不会相信中国人说的话 所以说 高级的谣言 必须要由外国人说 或者牵涉上 美国人啊 西方人 这样他们才会相信的 好了 正是因为如此呢 当王极贤 和老赵 在奥德萨 拍下了他们的真实情况 并且说出了一些真实的感受之后呢 就仿佛 像粪坑里面扔了一块石头一般 立刻 在这个粪坑里面 掀起了滔天巨浪 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这些中国人呢 用各种方法 就开始对王极贤 和老赵 进行了抹黑工作 他们指责这两位 是台独 是港独 他们在奥德萨亲眼看到的那些东西 都是假的 只有我们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 看到的才是真的 他们是汉奸 他们是叛徒 他们两个是纳粹 是反人类的 OK 那么我们先简单看一看 王极贤和老赵这两个人 先说一下老赵 老赵是在哈尔科夫的一位留学生 是一位数学博士 王极贤呢 是一位程序员 是一位在奥德萨做网络工程的程序员 当哈尔科夫被战火摧毁 老赵的学校也被毁了 作为中国人呢 老赵并没有逃跑 因为他看到了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于是呢 他留下来做了志愿者 这位老赵呢 表面上看起来五大三粗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 文弱的书生 算是中国很会读书的那种人 在读研究生 在读博士的了 估计以前 在家里面家务活干的都不多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他没有像别的中国人那样逃命 也没有打嘴炮吹牛皮 而是默默的开始做起了志愿者 帮助周围更困难的人 他一直从哈尔科夫跑到了奥德萨 到今天为止 他依然在奥德萨做一位志愿者 每天的工作 就是去菜市场买菜 回家做饭 然后把各种食物 分给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生活每天简单而又频繁 他也不愿意拍摄 那些被他帮助的人 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 都要有尊严 所以说他展示给我们的视野 非常的窄 除了他那张 胡子拉擦的大脸 就是他每天 又买了多少面包 又煮了什么饭 把食物带出去的时候 出心大意的几位男人 又忘记带了勺子 OK 这就是老赵 他的事业里很少有仇恨 因为他更加关心 更加在意 那些在灾难之中需要帮助的人 为此他在一点一滴的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王岐贤呢 是一位程序员 他应该在奥德萨待了不少日子了 他很喜欢那个城市和那个地方的人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 他与奥德萨人感同身受 无论你嘴巴里面喊的什么 你凭什么跑到别人国家的土地 跑到别人的家中 展开杀戮 这就是侵略 这当然是不义的 他用镜头给我们展示了 一个又一个 奥德萨普通人的脸孔 友好的 平和的 普普通通的 一个又一个的脸孔 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奥德萨 看到了战火之中的 乌克兰人 每天他在奥德萨的空袭警报声中 向我们报告他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一切 真实的情况 OK正是因为如此了 王岐贤被国内所有的媒体 封杀 他的个人账号 也被中国全面封杀 不仅仅是微信 连QQ音乐 都把他封杀了 而老赵呢 他的PayPal捐款账号 已经被关停了两个了 因为 有大量的中国人 去举报 去骚扰他的PayPal账号 这个PayPal账号呢 是拿着捐款 去救济那些当地受灾的人 需要吃饭的 饭钱 在中国的舆论媒体 和社交 网络之中呢 对王岐贤和老赵 展开了大量的 妖魔化 和抹黑的 言论 我们随便通过谷歌 一搜索 就可以看到 大量的 对他们两个 进行各种 妖魔化 或者说是 对他们进行 诋毁 人身攻击的 言论 OK 我一再来说过 中国是一个 劣胜 优太的国家 是一个 劣币 驱逐良币的 环境 他到今天 已经演化为 当你说真话 的时候 已经走在了 一条犯罪的 道路上 所以说 不管你 相不相信 007的 理论 那就是 中国 本身就是一个 谎言构建 而成的社会 谎言构建而成的文明 谎言最大的仇人 就是真话 就是真相 所以说自然而然 我们会看到 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 哪怕你敢说真话 立刻 就成了罪犯 刘燕丽 吴干 维权律师 等等 他们都已经 关起来坐牢了 即使 你离开了这片土地 去了国外 就像王极贤 和老赵一样 哪怕你就在乌克兰 就在奥德萨的现场 说出你看到的 真相 哪怕仅仅是 普普通通的 一件事情 都会让 活在谎言之中的中国人 仇恨你 愤怒你 要污蔑你 要毁灭你 OK 最后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假如 你像王极贤 或者像老赵一样 做一个普通的人 有普通人类的情感 无非就是 友好 爱自己的家园 爱自己的邻居 关心和照顾一下 身边的 弱势的人 这都是非常正常 基本的人性的表现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你住在 虚州丰县 董家村 当你看到 董家的父子 把一个 15岁的少女 用锁链 锁在 他们的 猪圈里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类 当然都会站出来 打碎了个锁链 放开了个女孩 这和任何意识形态无关 和任何豪言壮语无关 和任何的阴谋论 无关 他就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 人性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把他们加上中国人 这一切 就会被扭曲 变成了阴谋 变成了纳粹 变成了反人类 于是你会 悲哀的发现 人类的基本情感 人类的基本 人性 这一切普普通通 基本的东西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 完全的异化 完全的颠倒了 所以说我们要思考 假如你做了中国人 你就可以 不是人类了吗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